為了確實桃園市原住民發展與權益得到保障 桃園市議會在11月30號三讀通過 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及保障自治條例 其中包含了原住民族教育 文化 社會福利 產業及建設 其中第一章第一條規定設置原住民族發展委員會 從桃園市里16族原住民推選代表 參與政府相關政策決議 讓原住民權益整正發聲 原住民委員會的設計 包括族群委員 包括諮詢委員 我們希望能夠讓桃園的各個族群都能夠參與 這個也是我們桃園的創局 同時我們也會讓桃園不管都會或原鄉 共同參與委員會跟基金會的運作 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及保障自治條例內 第五章第一條提到 明定都會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聚落之協助 像是河岸部落 原民局表示桃園市內大多原住民住在都會區 希望透過此條例能夠保障住在都市族人文化 比如說他們有自發性成立了一個紀錄 我們叫做文化紀錄 這樣的這樣我們要要讓他維持到一定的生活水準 讓在都會區的原住民 不管他們在他們的受教前 就醫錢還有就學就醫都能夠讓他達到他們應有的基本生活水準 條例中將設置原住民族發展基金 明年核定三千萬預算 將會運用教育文化禮 像是辦理文化祭典活動等 社會福利條例 像是特別保障長者 婦女 身心障礙或兒少相關權益 產業建設與發展力 像是協助原住民族地區受災部落重建等等 接著Lovar把好桃園市採訪報導